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看那个镜头是吧 好 OK了 其实我一开始是觉得很莫名其妙 谁赚奶粉钱都不容易 我一个过来人的建议就是别过来了 没有开玩笑 我最不适应的地方就是 因为我其实自己本身 面对我自己要做的事情的时候 我会比较熟悉 我会知道我要干什么 但是来到这边之后其实发现 有很多我没有接触过的陌生的类型也好 然后像一个陌生领域 然后会有点不自在 肯定是能学到一点东西 我学到最多的就是 我想想看 我学到最多的可能就是 如何面对未知的尴尬 这个是我学到最多的 没有人是活在梗里面的 我看到的他们大部分都是那种 比较有冲劲 然后也有憧憬 然后每个人都很拼 每个人也都很认真 我相信他们当中 一大部分人是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的 他们在为自己想要的东西在拼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酷的事情 他们有他们的规则 他们有他们的企图跟企图心 他们的那种竞争力 跟我之前所在经历的 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其实是有的时候是能感染到我 有的时候甚至能感动我 其实我一开始是觉得很莫名其妙 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梗 就可以被大家这样玩 然后我觉得可能是一方面是大家真的 我觉得审美有提高才会觉得这样很好笑 值得不值得 我觉得别人都没有权利整理 关键看你自己怎么衡量这个都是 我说到跌倒他还在不停寻找 我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什么都没有 但是就是很容易满 就是很多我可能自己现在回头看 我都会觉得哇那段时间真的有点残 但是其实当时我是不觉得 对所以我前段时间还在跟我老婆在聊 其实还蛮很蛮欣慰的 一来是欣慰有今天 可以比较舒适的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二来是比较欣慰是我们是有在奋斗过的一代 奋斗中的一代 很开心我没有穿了可能 那时候很饿 然后很天真 我觉得是这两个事情 对我也想知道 至今我都想知道 到底是为什么 对但是那段时间 带给我另外一个好处就是 就是让我的创作变得很密集很疯狂 对所以我现在很多歌其实都那个时期写的 我觉得就是靠思考啊 思考 我觉得人不能停止思考 我感觉我有 时常会思考下线 对 常常会那种忘了思考 对我觉得不能忘了思考 这个夏天我会更多人认识 我觉得挺好的 你想做你自己还是想做我 其实我觉得 人生的嗨一点就在于那种 你知道他要来了 但还没来的时候 就好比你喜欢一个女生 然后你知道他也喜欢你 但你们还没有在一起 那个时候 会是整段关系最嗨的点 对 所以我觉得 来得早来得晚 无所谓的 重要的是你在做什么嘛 你想做什么 我是内地第一个在体育馆开演唱会的RAPPER 是不是 我觉得困惑是每个阶段都一直在的 以前有 现在也有 如果哪一天我不困惑了 可能我没有追求了 我觉得是这样的 其实我觉得 大部分困惑是来自于创作上 以前我的东西 我想怎么写就怎么写 但是 现在可能多了一个东西叫 责任感 你明白你现在做的东西 有更多人能听得到了 甚至 很多未成年人能听得到的时候 对 我一个过来人的建议就是 别过来了 没有开玩笑 对但是我觉得 有一点就是一定是要的 就是一定要 一定要乐观 一定要有一个好的心态 你有好的心态 我觉得运气才会青睐你 我觉得是这样的 对 做自己正在做的事情就好了 谢谢 好 好 我很爱自己的 欣赏自己的话说不完的 讨厌自己的话 我讨厌自己有时候就是 有时候很冲动 然后有时候又很拧巴 对 这两个点是我最讨厌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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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